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这项主播如意 如意请说 是的 不管晴天与天 原始气象在你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大家晚安 我是瑞宜 虽然昨天已经解除了 泥沙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泥沙台风真的又再次 让我们见识到秋台共伴 所产生的惊人的狂风大雨 整个周末假期北台湾 几乎都是在好雨当中度过 那么首先就从雨洋领图上来看了 虽然这周末两天 只是发布泥沙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台风外围环流 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共伴效应影响之下 雨量真的是非常惊人 包括大台北山区 基隆北海岸到整个东半部地区呢 从礼拜六下午的凌晨零点开始 一直到今天下午四点之前 这三天累积起来 雨下最多的地方 就出现在台北的晴天高 总共就超过了1700毫米 而在我们的原乡地区 依赖大同乡 几个侧站也有800到1100毫米的 累积雨量 而且今天呢 其实可以看到 在恒春半岛一带呢 也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雨势同样不小 那么后续台风会怎么走呢 来关心目前 云下台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从浅室预报图上来看 云下台风呢 目前就在我们 楼栏比东方大约 西南方大约600公里的海面上 而目前呢 它的行进速度也不算慢 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 会继续地朝着西南方 也就是南海 以及中南半岛的方向前进 对我们来说呢 当然就是会越来越远 而今天呢 在大大北地区 还有宜蘭一带 虽然还是不断下雨 不过雨势跟这这样 前两天比起来呢 就是有比较缓和的 那我们还要再忍受这样子 下雨的天气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继续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一小台风呢 在昨天晚上增强之后 目前宜蘭是维持在一个 中度台风的姿态 从图上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 其实台风云星呢 现在也还是相当的浑圆扎实的 而且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今天呢 恒春一带就受到这台风 外围观的影响 雨势真的是蛮大的 但随着这台风距离 我们越来越远呢 影响程度也就大幅的减少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了 因为呢 我们北方的大陆高压即将南下 连带东北季风随之增强 所以即使台风越来越远 我们也依然不能够忽略 东北季风会继续造成 迎风面地区的影 会继续的下 那我们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了 就是基隆 以及宜蘭就首当其冲 另外还有呢 大台北地区 以及花莲的北区 也都会有短暂震雨 一直要到20号 就是礼拜四的时候 随着东北季风减弱 才有可能会恢复的好天气 而这是降雨的部分 那么在这个风势的部分 我们继续来看到地面天气涂上了 随着这个大陆冷高压蓄势待发 在南下的过程中 我们图上能够看到 其实这个 这个冷高压呢 是盘旬在华北一带 而在高压南下的过程中 整个气压梯度会变得更密集 也就表示这个风速 会变得比较非常强劲 而目前呢 气象局也已经发布了 陆上台风特报 特别要提醒 在我们的沿海一带 还有亚美达沃族人居住的 蓝雨地区 一直到礼拜三 都是容易会有 9到12级强盛风的 而且这个风势 是完全不输台风等级 而且目前呢 海上的浪 是已经在新北的富贵角 观测到7.3米的浪高 所以呢也请大家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这几天 其实把海上 还有山区的行程给排开 日降温度方面 也因为那个冷空气要南下了 所以北台湾明天一整天 温度直接降到20度左右 所以也提醒大家 明天呢 除了记得要带伞之外 外套也千万不要忘记了 而据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来看到温宁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来到屏东的 市自牡丹满洲 低温19度 高温27度 泰武来一圈日 低温只有18度 高温29度 是多云的天气 三地门 雾台马加 低温只有16度 地点在雾台 高温28度 高雄的原乡地区 低温只有12度 地点在桃园 高温27度 在阿里山 气温在11到26度之间 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南投仁爱于池 水里及信义 低温只有8度 地点在仁爱 高温26度 台中和平气温在10到26度之间 同样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苗栗南庄 试坦泰安 低温16度 高温也只有23度 新竹关西 坚十五峰 低温11度 高温也只有21度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 会有短暂雨室 低温13度 高温19度 宜兰大头南澳 低温11度 高温22度 有9成的奖与机会 花莲新城 花莲市吉安 低温21度 高温24度 有3成的奖与机会 松林景万荣 低温14度 高温24度 寿峰峰冰 低温19度 高温24度 有4成以上的奖与机会 丰林光复及瑞穗 同样有短暂雨室 低温19度 高温23度 卓西玉里及副里 低温只有9度 地带在卓西乡 高温24度 台东海岸线地区 低温21度 高温26度 池上观山海端及岩屏 低温16度 高温25度 同样有短暂雨室 陆野台东市及北南 低温19度 高温26度 泰玛里大午进风级达人 多尔营的天气 低温16度 高温27度 南野地区气温在21-26度之间 最后来到外岛的连江 金门及澎湖 低温18度 高温25度 我们才冲耸台风 又有冷高压 要继续南下了 未来几天 北台湾还是容易下雨的天气 同时气温也是偏低的 一直要到礼拜四 东北季风稍微减弱 气温才会慢慢的回升 那么这就是今天 还有未来几天的天气资讯 最后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 北台湾地区的朋友 明天外出的时候 除了伞要戴之外 也记得穿上保暖的外套了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九波兰 感谢如意带来的气象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的原始晚安报新闻 我是九波兰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平安 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